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邓魏的粉丝们在私下里公开了对王一博的攀附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足以让那些原本对明星没有任何好感的人 转投娱乐圈 也足以让那些对韩于死心塌地的粉丝转投国内 更足以让那些好感度极高的追星者转投王一博的怀抱 但他们还没有自大到相信 王一博能用自己的人格魅力 让那些明星的追随者都投怀送抱 王一博和邓魏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而且两人也不在一个赛场上 属于竞争对手 可是邓魏粉丝后援会的负责人 却忽然对外宣称 他和王一博勾搭上了 而且还不是为了讨好王一博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粉丝是很常见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 粉丝是不会插手的 但他既然成立了粉丝后援会 就说明他对邓魏的好感要比那些普通粉丝强得多 而且他也会和剧组沟通 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挖墙角 就算挖角了 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邓魏和很多明星长得很像 但好歹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粉丝后援会的出现 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粉丝团官方宣布他们和王一博翻脸的时候 他们还在发布关于邓魏的消息 那为什么一周之内 他们就能从邓魏的粉丝团 变成王一博的忠实粉丝 就这么轻易的 就把自己心爱的人给丢了 这就很可疑了 谁都知道 因为王一博的人气很高 所以那些在他粉丝圈子里有头有脸的粉丝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除了发照片之外 还有一些粉丝通过分享视频 每天都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甚至还有人说 那些粉丝在2019年爱上王一博的粉丝 都已经成为了土豪 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 他们在网上买了一套海阔天空的房子 谁都知道王一博的粉丝很有钱 可这个粉丝会却在王一博没有开店的情况下 在热烈这部电影上映两个星期之后才宣布 这让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粉丝会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赚钱 有人说 他就是看上了王一博的粉丝有多有钱 想要成为超级粉丝 所以才会有一群小粉丝跟着他 因为任何一个粉丝想要翻身都会悄无声息 所以他才会这么高调 不但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 还取消了前任主人的微博 取消了主人的微博授权 而且还让所有人都退群 还用了王一博的玫瑰两个字 娱乐圈的粉丝很多 有的是从围墙上赚来的钱 有的是从自己手里赚来的钱 粉丝团这么高调 明显是有目的的 他以后会不会给邓位买单 他不知道 他一定会买单 再说了 这也有可能是一个 想要进入摩托车圈子的人做的幌子 大概是觉得王一博的粉丝都是傻子 想要通过王一博来获得更多的关注 从而获得更多的金钱 不得不说 王一博根本就不缺演技派粉 连一个和王一博一样 都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自己的绯闻 这要是换了别的绯闻 估计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不管他是真的爱王一博 还是真的想从王一博的粉丝中赚钱 他都不是什么好人 到底是哪个好的粉丝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